第三題 老師在實驗桌上調配了四杯未貼任何標籤的水溶液 包括NAOH HCL NACL 和C2H5OH 雅興依序以下列三個實驗步驟進行檢測 1.導電性 2.紅色石尾式子 3.藍色石尾式子 已知雅興在每一個步驟進行後 都能準確地確認出一杯水溶液的名稱 根據雅興的實驗步驟 下列哪一組選項最有可能是他確認各容液的先後次序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導電性 這邊呢 NAOH氫氧化鈉 HCL 氯化氫鹽酸 NACL食鹽 都是電解質可以導電 只有 我們的C2H5OH叫做乙醇酒精是不導電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辨認出來的是我們的 乙醇 C2H5OH 接著我們是紅色石尾式子 他如果變成藍色 表示成鹼性 那麼這邊呢 NAOH是鹼 所以它是第二個步驟 解釁出我們的NAOH 第三個是藍色石尾式子 如果變紅 表示是酸 這裡HCL是酸 所以第3個我們認出的是HCL 然後把氷化氫變認完之後 剩下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 氷化鈉 第4個認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次序應該是 第一個先認出 C2H5OH 再認出NAOH 再認出HCL 最後認出NACL 所以第3題問我們說 下列哪一組選項 最有可能是他 確認各榮譽的先後次序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先認出 C2H5OH 再認出NAOH 再認出HCL 再認出NACL C4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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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H6 C5H6 C6H7